腾讯体育9月27日去,北京时间凌晨3点,一脚第六轮由文主场迎战伯罗尼亚,迪巴拉零空不设为班马军团首开记录, 塞罗射门一查阳错,变成助攻帮助马图伊迪破门,比赛第五分钟,马图伊迪突入禁区,被伯罗尼亚中卫卡拉布雷西放倒,但裁判并未吹法点球,比赛第十一分钟,迪巴拉脑后碰到皮球区一查阳错变成助攻,马图伊迪把门被封出后来到迪巴拉身旁,迪巴拉顺势完成策课破门帮助游文取得领先, 比赛第十六分钟,塞罗在禁区之内不停球直接完成射门,后点马图伊迪接在打片的射门之后,在禁区里击脚破门,尤文取得二比零领先,比赛第十二分钟,皮加尼奇登派克雷一直直到黄牌,比赛第十四分钟,法尔奇内力进去右侧都射球门远脚,球稍稍偏出,比赛第五十三分钟, 德斯特罗进去内道沟胜门,球稍稍颠出球门立住,比赛第五十九分钟,坎塞罗大进去高位把脚被施射,皮球被斯科鲁普斯基奋力扑出,比赛第七十一分钟, 斯罗主罚站一球,可惜把助标致性姿势,得他将球罚在了人墙上。